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得聊聊台湾的最新动向 台湾军方正在调整战略 重点放在移动装备上 已经接受了两艘名为航母杀手的青湖维舰 准备迎战潜在的威胁 接下来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纽约举办一场筹款活动 目标是筹集超过2500万美元 这场活动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筹款活动 真是让人期待啊 接着我们看到中国的互联网监管又有新动作 习近平的幕僚长蔡奇接任了中国共产党负责网络安全和互联网事务的机构的负责人 而在国际新闻方面 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被禁止参加今年5月的全国大选 伊拉克的经济和政治动荡 以及拜登政府恢复保护冰威植物和动物的规定 都是今天的热点 最后不提的是乌克兰外交部长访问印度 以加强双边关系 法俄关系 法俄关系 法勤歧视 税收历史的探讨 特朗图称他的环球旅行的前外交官为我的特使 法语时代的终结 以及消费者和非洲可可农民的复活节苦乐参办等话题 都是今天值得关注的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加强一度防御 为中国登陆做准备 日经亚洲 台湾军方正在调整其战略 将重点放在移动装备上 而不是在海上抵御中国的入侵 台湾海军已经接收了两艘航母杀手轻护卫舰 这些舰艇提前20个月交付使用 这些舰艇具有隐身能力 并配备了反舰和防空导弹 台湾现在拥有6艘这样的轻护卫舰 并计划到2020-26整顾11艘 战略转变还包括部署BXMRS一度火箭发射器 Javolin反坦克导弹和智能无人机 入得中国军队登陆台湾 台湾计划将其引诱到山区 拜登将与奥巴马克林队举行历史性的筹款活动筹集2500万美元 华盛队邮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计划在周四晚上在纽约举办的一场筹款活动中筹集超过2500万美元 这场活动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筹款活动 这笔资金将来自于在收费为225美元至50万美元的门票价 参加者达到5000人的无线电程音乐厅 支付最高费用的客人将有机会与拜登总统统 以及前总统巴马克 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合影 这场活动是拜登及其盟友为了应对他年龄和下滑的支持率的担忧 而进行了一系列竞选举措中的最新型 据消息人士称 习近平的幕僚长成为了中国的新互联网监管官 南华走步 中国国家主席的总幕僚蔡奇已接任中国共产党负责网络安全和互联网事务的机构的负责人 蔡奇将负责监管中国价值超过50万亿元 约合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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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06万亿美元的数字经济 此前该职位由习近平自2014年起单元 此局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将更多责任委派给信任的副手的趋势 习近平还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主席职位委派给了李强总理 雅各布祖马被禁止参加南非选举 雅虎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被禁止参加今年5月的全国大选 选举委员会没有给出理由 但祖马在2021年应藐视法庭被定罪定入狱 这似乎使他失去了资格 祖马对新成立的MK党的支持 被视为对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安息的可能威胁 而安息的选票份额预计将首次自1994年民主时代开始以来下降到50%以下 伊拉克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威胁到经济和政治的动荡 按倒电视台 伊拉克对石油的依赖和经济多样化的缺乏 引发了对该国长期经济稳定的担忧 伊拉克政府需要最大限度的利用石油收入 以支持每年高达1530亿美元的预算 然而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警告称 政府的计划依赖于石油价格保持在每桶70美元或以上 以及日产量达到350万桶 10万桶或产量的任何下降都可能破坏预算 并引发严重的经济不稳定 分析师还强调联邦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 可能成为一个潜在问题 库尔德自治区经常直接向外国合作伙伴出售自然资源 绕过联邦政府 导致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没有进行严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缺乏经济多样化和对石油的依赖 很可能对伊拉克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并可能导致未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拜登政府恢复了特朗普取消的兵威物种保护措施 美联社拜登政府已经恢复了保护兵威植物和动物的规定 推翻了特朗普政府所做的一系列改变 根据新规定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将重新引入一项规定 要求对新被归类为兵威物种的物种进行全面保护 在决定是否需要保护动植物时 将不再考虑经济影响 并且更容易将某些地区指定为物种生存的关键地区 即使该物种在这些地区已经不再存在 乌克兰高级外交官访问印度 以加强双边关系 德国之声乌克兰外交部长 德米特罗·库列巴已抵达新德里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旨在加强双边关系 并讨论乌克兰的合体愿景 顾列巴计划与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 贾·伊沙·卡尔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会面 这位乌克兰外交官还将向印度独立领袖圣雄甘地致敬意 此次访问是在印度总理纳文德拉·莫迪 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话后进行的 莫迪表达了印度对乌克兰和平努力的支持 基辅正在寻求世界领导人峰会来推进其和平版图 但俄罗斯对此倡议不予理会 印度与俄罗斯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并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 波克法俄关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篇文章讨论了法国聚光灯播客中设计的三个不同重题 首先他谈到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对俄罗斯立场的变化 从反对羞辱俄罗斯到成为弗拉·基尼尔普京总统最大的批评者 文章强调了法国亲俄外交政策的历史 以及对普京专制统治的自满态度 其次文章提到了法国议会正在辩论的一项 反对发型歧视的立法 该法案受到美国类似法律的启发 旨在将发型歧视归类为基于外貌而非种族的歧视 这与法国普遍主义的种族歧视方法相一致 最后文章提到了法国的增值税 fiat 该税于1954年引注 现在带来了该国一半以上的收入 经济学家朱利安·布拉斯科解释说 尽管增值税是一种内进税 但他为法国重要的社会福利计划提供了资金 特朗普称他的环球旅行的前外交官为我的特使 但两人都不在职 华盛顿邮报 理查德·格雷内尔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外交官和情报官员 他似乎正在充当影子国务卿的角色 与极右翼领导人和运动会面承诺特朗普的支持 并有时违背现任政府的政策 格雷内尔一直在与外国领导人会面 并在世界舞台上推动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议场 这对于为前外交官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 格雷内尔的行动引发了职业国家安全官员和外交官的担忧 他们警告说他鼓励了不良行为者并危及美国的利益 自特朗普败权以来 格雷内尔一直在与世界领导人会面 并与特朗普及其家人保持联系 他还继续宣传虚假说法 声称选举舞弊导致拜登在2020年获胜 法语时代的终结 英国独立报 布吉纳法所的政府是一个政府是在政变中诞生的 已经公布了一项修订国家宪法 并废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法案 这一举措与今年早些时候马里的类似 布吉纳法所的新法案将法语建为工作语言的地位 布吉纳法所和马里的决定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及对法国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前殖民地的影响力的拒绝 法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影响力 已经受到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削弱 消费者和非洲可可农民的复活节苦乐参半 但巧克力品牌却获利丰厚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今年复活节 巧克力蛋和兔子的价格将上涨 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了西非可可供应和农民的收入 全球约四分之三的可可产自加纳 象牙海岸 尼日利亚和康麦隆 然而气候模式正在影响可可的产量 最近几个月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尘土风 阻挡了可可豆莢生长所需的眼光 而前一年的大雨传播了一种腐烂病害 结果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 象牙海岸的可可出口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导致全球可可价格大幅上涨 巧克力制造商已经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从而使得赫歇公司和蒙德雷兹国际公司等公司的利润增加 这两家公司在过去一年里已经提高了巧克力价格 并未排出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 可可价格是提前一年确定的 农民们将气候变化归咎于他们的糟糕收成 当局正在推广一些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方法 例如使用灌溉系统 2024年的牛津剑桥赛庭比赛是什么时候几点开始 哪个电视频道直播 英国每日电讯讯 第169届牛津剑桥大学年度赛庭比赛将于本周六举行 女子比赛将于下午2点46分开始 男子比赛将于下午3点46分开始 比赛将在BBC玩电视台直播并可在线观看 去年剑桥大学在四场比赛中全胜 剑桥大学在男子比赛中以86胜81负领先 而在女子比赛中他们以47胜30负也占地优势 老将哈里斯毫不怀疑自己会在棋手训练营开始时做好准备 多伦多新棒 四分位特雷弗哈里斯相信他将在5月份准备好参加萨斯卡彻温绿色骑士队的训练营 阿里斯因膝盖受伤错过了2023赛季的大部分比赛 但他表示如果球队晋级西部分区决赛 他可以70%的效率回归 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阿里斯在受伤前带领萨斯卡彻温队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战绩 他正在进入他的第12个加拿大橄榄球联盟赛季 他尚未与骑士队讨论续约事宜 而是按年度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2024年欧洲杯实力排名 也认识每支球队在德国的机会 《独立报》根据各队赢得欧洲杯2024支参赛队进行了排名 法国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英格兰 法国被认为是热门球队 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阵容深度和姆巴佩的存在 姆巴佩被认为是本届比赛中最好的球员 德国通过重塑中场和主场优势成为有力竞争者 而英格兰则凭借进攻火力和比赛经验有机会进入决赛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分别排名前八 每支球队都有显著的优势和劣势 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排名第九和第十 两支球队都有潜力在激烈的小组赛中制造冷门 克罗地亚丹麦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位居中间 而苏格兰瑞士塞尔维亚 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土耳其乌克兰 阿尔巴尼亚 格鲁基亚和瑞典 则排在最后 这些排名是基于各队在最近的有意赛和预选赛中的表现 以及他们整体震如实力和状态 文章还强调了每支球队的关键球员和问题领域 为他们在比赛中的见解 总体而言这些排名表明欧洲杯2020-2024将是一场开放的比赛 有几支球队有潜力走得更远 并有可能捧起冠军奖杯 法官建议特朗普的选举律师约翰·伊斯特曼被取消律师资格 英国独立报 加利福尼亚州一名法官建议取消律师约翰·伊斯特曼的职业资格 他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举接管计划的幕后策划者之一 法官伊维特·罗兰德认为伊斯特曼违反了道德规范 可能还违反了法律 他认为他违行诚实的首要职责 并提出虚假陈述来支持他的法律论点 伊斯特曼将向一族法官上诉 并在上诉期间不能在加利福尼亚州职业 他还在乔治亚州与特朗普和其他人一起被控参与一起涉嫌串谋的案件 指控他们试图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员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ing 看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很多朋友都快乐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看到词 我们看到词